城乡是中国最古老珍贵的文化传统 目前台湾地区的各种城乡相关产业 也在持续蓬勃发展 为了促进两岸三地的城乡产业发展 增加云南跟台湾之间 在城乡产业上的合作跟交流 云南省西双版纳林业局 声浪林业集团 云南省城乡协会 跟台湾三申集团 2017年7月29号下午 共同在西双版纳的 世纪金元酒店会议中心 举办一场颠台两地 城乡产业发展促进交流会 并且进行合作签约仪式 希望集中力量 打造世界最大的城乡产业王国 现在基础和三申集团的合作 我们两家把资源科技合作起来 肯定有这个力量 能够把我们云南西双版纳的城乡产业 推向全世界 整个城乡产业交流会一开始 就由云南深浪集团董事长杨波上台 支持欢迎台湾朋友的到来 随后三申集团董事长主席陈三荣 也进行一场名为城乡材料革命 跟产业大未来的专题演讲 陈主席强调 随着地球环境的破坏 城乡的栽培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珍贵 城乡价值也越来越高 三申集团愿意提供先进栽培 跟造香技术 跟云南省林业局 城乡协会与森浪集团 充分合作 共创城乡产业光辉灿烂的未来 那我想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能够到这里 能够跟一群 这个叫做志同道火之士 一群非常顶尖的优秀人才 一起来共事 一种来发展城乡产业 那尤其能够透过这样城乡 把整个中国这样的一个 整个资源集合起来 然后面向全世界 那这个是一个未来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设立在昆明的云南省城乡协会 已经成立四年多 一直以种植 跟研究城乡为主要工作项目 会长王亮在支持时也表示 城乡未来必须产业化跟市场化 藉由台湾三生集团先进的城乡技术 让城乡栽培大步向前 他相当肯定三生集团的城乡品质 几乎已经超越天然的城乡 相信滇台两地的合作 一定会像一代一路一样 打造城乡的无限产业发展 发展这个城乡产业 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基础 通过这个乡文化的这个发展 使我们两岸的话 从乡产业 乡文化 到这个人文交流文化 更加逐进我们两岸的中华 一家亲的意思 天台两地城乡合作签约之后 打开了合作的康庄大道 也吸引了包括上海 广东 美国 日本等地的城乡产业 跟投资人士 前来参加 会后大家还前往附近的 少数民族原味特色餐厅 一边享用晚餐 一边欣赏 逮族文化的精彩歌舞 整个天台两地城乡产业 发展促进交流会的顺利圆满 让西川版纳一下子就成为 全世界城乡产业的重点发展中心 大家都一致表示 要以积极包容的心态 吸引国际金融的投入 发扬城乡优质养生文化 繁荣大中华的城乡产业经济 记者陈文旭 王旭 云南西双版纳报道